二十歲的小提琴家曾宇謙 從十一歲開始征戰國際大賽 十五歲贏得意大利帕格尼尼 國際小提琴比賽最佳演奏獎 今年也奪下新加坡的冠軍 他甚至還曾經在電影裡面 也音樂神童 他的爸爸當年為了栽培他 還辭了大學教職 專心陪他去美國學琴 他最近將和九年前首度共同演出的 《臺北愛樂》再次攜手合作 他是剛從音樂班轉過來的 叫做振奮聲 國片《皮克青春》裡的男主角 熱愛音樂 從拉小提琴換到彈電吉他 當年僅十六歲的曾宇謙 在真實生活中 真的是一位征戰國際大賽的 小提琴好手 十五歲贏得西班牙薩拉沙泰 國際小提琴大賽第一名 意大利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比賽 最佳演奏獎 十七歲拿下比利時 伊麗莎白國際大賽最受觀眾歡迎獎 當初《皮克青春》的導演 在尋找男主角時 到他的部落格留言 剛開始他還以為只是惡作劇 曾宇謙說當年的這一部 對他日後表演有不少助力 對於因為小提琴家在舞台上 這個要克服的壓力 還有這些歷練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對 他為人比較謙虛 比較有一些內斂 但是又不失霸氣 就是在整個音樂的感覺 可以看得到這些東西 我想在這個時代 除了必備的一些技術之外 個人的一些特色跟魅力是很重要的 為了支持擁有音樂天賦的兒子 曾爸爸在曾宇謙十三歲時 辭去大學教職陪同赴美念書 但學費樂器哪裡來 一直是全家的考驗 幸好不斷有貴人相助 那時候我在台灣其實 並沒有太多的演 並沒有什麼演出的機會 然後就是也是因為鄭老師 然後還有台北樂才讓我 有開始有一些正式的一些表演 幾乎年年登上國家音樂廳 東奔西跑參加比賽的曾宇謙 睽違九年再度和台北愛樂合作 外表穩重的他 對未來也有自己的夢想 我希望能夠成為一位演奏家 然後就是能夠 好像巡迴世界的這樣表演 因為喜歡才能走得長久 音樂路上 曾宇謙已成為一顆耀眼的明日之心